老人去世后被送到殡仪馆 可在焚化炉一千多度的高温下 老人的尸体却怎么也烧不着 这一幕让在场的火化源当场就崩溃了 只见老人的衣服都被烧没了 可奇怪的是那身体却毫发无伤 这究竟是怎么事 老人生前是陶瓷手艺人 前几天突发脑梗离世了 子女们跟奶奶来送他最后一程 看着老人的遗体 奶奶跟孩子们都伤心欲绝 在做完最后的道别后 老人的遗体就被放进棺材 推进焚化炉里 可就在家人们等待骨灰时 火化源焦急地冲了出来 全家人赶忙过去查看 奶奶被吓得捂住双眼 子女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只见整个棺材都被烧成了灰 可老爸还是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 儿子心想该不会是闹尾了吧 这时一阵阴风吹过 吓得众人瑟瑟发抖 可大女儿毕竟是无神论的医生 根本不信什么鬼怪 他走上前摸了摸老爸的脉搏 确定老爸已经凉透了 于是众人请求火化源再给火化一次 可在焦急等待后 一家人都蒙圈了 这时儿子开始质疑 老爸生前做陶瓷的时候 对火火的把握十分严格 是不是你们这闻化炉的不行啊 一听到这儿火化源不乐意了 我们这就没有烧不成灰的银 莫非老人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子女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啊 可老人生前的心愿到底是啥呀 这时奶奶突然来了一句 男人到死都是色鬼 小女儿一听顿时毛色顿开 她回忆起有一次经过老爸房间时 听到老爸喊了句 你真是个好女人 莫非老爸放不下的是一个女人 但老爸喊了谁的名字 小女儿没有听清 这时奶奶突然站了起来 她想起老爸曾经给一个叫什么什么梅 还是什么绵绵的女人打过电话 听起来像个外国人的名 儿子突然就明白了 她说梅梅啊是个女明星 还曾经跟老爸一起要过梅梅的签名啊 看来啊就是这个梅梅了 众人只好把带有梅梅的签名的杂志放入棺材 以此来了却老爸的心愿 可一阵焦急等待过后 火化源又通了进来 只见杂志都烧成灰了 老爸依旧是完好无损 没什么事 看来老爸的心愿并不是这个女明星 但这个女人究竟会是谁呢 自从老妈去世之后啊 老爸已经单身15年了 莫非老爸在外面 已经有了老先好了 大女儿说 咱们家父亲有个菲律宾酒吧 这个梅梅该不会是那里面的影吧 儿子赶紧把人喊了过来 梅梅是来了 可是没想到 叫梅梅的有三个女人 大女儿有些怀疑 老爸的口味不会这么重吧 等三个人来到棺材旁 他们却声称 我不意思这老头 我也不意思 我也不意思 难道这个梅梅还另有其人 然而这时 门口传来了动静 没想到 梅梅竟然是个爷们儿 她悲伤地看着老爸 嘴里还喊着小名 随后 她把老爸最爱的茉莉花 放进了棺材 还深情地抚摸老爸的脸 鲍文难难过地说道 她跟老爸已经交往15年了 也就是从老妈去世的时候就开始了 子女们一听 顿时惊掉了下巴 但只要老爸能安心地走 那也就无所谓了 鲍文难一听 不乐意了 她说你们胡说什么呢 我跟你爸只是朋友管一下啊 果然如他所说 这时儿子突然想到 大女儿是老爸收养的 之前因为这个 父女俩还吵过一架 老爸应该是对大女儿心存愧疚 所以才不愿离去 于是大女儿单独对老爸进行了道别 在大女儿的目送下 老人再次被推进粉化炉 但很出人意料的是 老人依旧没有被烧掉 看来老人不愿离开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这个 这时大女儿突然注意到火花园的工牌 她回想起15年前 母亲也是被这名火花园送走的 那时老爸想把戒指放在粉化炉里一起烧掉 可是火花园并没有同意 所以这成了老爸最大的遗憾 大女儿恍然大悟 赶紧回到家把戒指取了出来 她请求火花园破例一次 将戒指也放进粉化炉里 在争得同意后 大女儿把一枚戒指带在老爸手上 并把另一枚放在老爸手边 这次老爸应该没有未了的心愿了 果然等了一会儿之后 火花园再也没有出现 老爸终于安心的走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 那两枚不可燃烧的戒指 也跟着他一起消失了 现在子女们终于明白 原来老爸口中的眉眉 用中文翻译过来 正是他妈妈东眉的名 而老爸在房间偷看的 也是他们妈妈的照片 没想到啊 老爸是个痴情的人啊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好了 我是破局 咱们下期再见啊